今天对比的两台手机 一台是三星S21 Ultra 另外一台是一加9 Pro 这两台手机在成像上都以锐化组成 那么今天就聊聊什么是锐化 锐化到底好不好 于是呢我们又找了另外一台对比手机 那就是小米11 Ultra 它的成像呢没有锐化 甚至有点肉 下面呢我们就用这三台手机的成像 来聊一下今天锐化的主题 并且让三星S21 Ultra跟一加9 Pro 这两台没有对比过的手机 看看它们在影像上的差别到底怎么样 欢迎观看ZPS 我是大吴 我是掌杖 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 聊关于手机圣灵化体验 期待这期节目的话记得先赞再看哦 还要记得关注我们 多多支持我们 下面咱们就说一下这两台手机 在后摄硬件上的区别 精选样片呢我们就不放了 因为之前在聊这两台手机的时候 都已经放过精选样片了 那么我们下面就直接聊这两台手机 什么你们还想看 那好吧再放一遍 我们下期再见 前面放的这些精选样片呢 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手机摄影的兴趣 那后面呢就是一些测试样片了 本期借着他们两台手机的影像对比 顺便聊一下锐化的问题 其中小米11Ultra有情参战 三星S21Ultra在后车上 一共是四颗干活的镜头 1加9Pro跟它相比 少了一颗十倍的远射镜头 按顺序来 咱们先说主摄 这两台手机的主摄 在硬件的区别上 一个是感光器的大小 还有就是原生像素的高低 但是他们默认输出像素 都是1200万像素的 下面咱们看样片 假设说你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这时候你要放大截取一部分 发给别人看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看出这张照片 锐化的严重不严重了 那作为对比呢 我们拿小米11Ultra 在相同场景拍摄的照片 跟这两台手机进行对比 小米11Ultra是明显的 一点锐化没有 三星呢稍微有一点 1加9Pro最重 这点可以从样片中直接看出来 那锐化到底好不好 锐化到底对细节的提升 有没有帮助 我们后面有很多样片 咱们慢慢看 慢慢分析 在每一组这三台手机的 锐化对比中 你们都可以在弹幕中打出来 你们喜欢哪一台手机的效果 1加9Pro跟三星S20 Ultra的 中心画质咱们刚才已经看过了 那么下面再对比一下 这两台手机的边角画质 其实这两台手机的主摄 在中心跟边角画质上都不错 差别呢也就是颜色风格上的差别 虽然主摄的边角画质 两台手机都有所下降 但是都在可接触范围内 都属于正常的 再看下一组随手拍的样片 放大中心对比 可以发现还是1加9Pro 在锐化上更猛一些 小米11Ultra再次乱入 对比另外两台手机 可以发现那两台手机 确实是锐化的一个比一个厉害 但是你们通过样片仔细看 是否锐化后对细节有提升呢 还是说锐化之后非常糟糕呢 还是说它们中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呢 再说一下三星S2G Ultra 跟1加9Pro的主摄 边缘画质也是非常优秀的 跟上一组对照边角画质的那组影片一样 这两台手机的主摄在光学成像上 都属于非常不错的 这两台手机的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 三星这边是1亿像素 1加9Pro这边是4800像素 放大看确实是三星的1亿像素 在细节上更好一些 1加那边呢依然是锐化痕迹非常重 再看超广角的对比 1加9Pro的超广角感光器 尺寸更大一些 原生像素更高 而且它有5000万像素的高像素模式 还有就是这两台手机超广角的视角不同 从样片上看呢 两台手机超广角的视角差距如图所示 红边就代表着1加9Pro拍不到的地方 放大中心看效果 依然是1加9Pro的锐化更重一些 这时候需要小米11Ultra乱入对比了 在成像风格上 三台手机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来 依然是小米的锐化最轻 可以说没有 三星的在中间 1加9Pro的最重 再看下一组样片 除了视角差距 依然是放大后的锐化效果的差距 分别看了这么多组 三台手机在锐化上的不同 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效果呢 欢迎你们在弹幕中说出你们的看法 这组是三星S21Ultra 跟1加9Pro超广角的边角画质对比 两台手机的超广角 在边角画质上都有所下降 但是这里要说一下 超广角是越广 对边角画质的把握越难 1加9Pro2的边角画质还有一些轻微的紫边 1加9Pro2的超广角是支持5000万高像素模式的 在高像素模式下 确实是比三星S21Ultra的超广角在细节上强一些 再统一放一下有小米11Ultra乱入的对比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可以明显的看到锐化从少到多的变化 你们更喜欢谁加的成像风格呢 欢迎说出你们的看法 锐化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照片的细节 但是不应过多 没有锐化可以后期加锐化 但锐化过多就降不回来了 再看一下三星跟1加的中长焦对比 两台手机都有一颗三倍的中焦镜头 1加那边是3.3倍 焦段稍微略长一些 感光器三星更大一些 像素三星更高一些 长焦这边三星有一颗十倍的光学镜头 1加那边就没有了 从中长焦开始就没有小米11Ultra乱入对比锐化了 前面的已经够清楚了 好那我们看这两台手机的中焦对比 从镜片上看三星这边的色彩更平淡一些 1加那边更厚重一些 放大对比 由于锐化很重 1加的八百元香素在细节上 看上去好像没怎么输三星的一千万 但是从水面跟水草上看 肯定还是三星的表现更好一些 再看龙爪部分 1加那边好像无中生有多了很多细节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三星那边细节也是有的 只是表现上没有1加这么强烈 再看下一组对比 这次我喜欢三星的颜色了 1加那边有些黄 放大后可以看出来 1加还是想在锐化上大力出奇迹 不过确实是在细节上也没有被三星的一千万给甩开 或者说没有被甩开多少 三倍的看完了 下面咱们看十倍的 S2G Ultra这边是有一颗十倍的光学镜头的 1加9 Pro呢只能用三倍镜头数码变焦到十倍了 那在细节展现上呢肯定是光学镜头厉害了 这点我们之前节目已经证明了很多次了 再看下一组照片依然如此 数码变焦 无论是如何计算摄影 如何加锐化 也都无法战胜光学镜头的 这台手机虽然在拍照上都有锐化 但是在人像模式上肯定都不锐化了 锐化只能放大脸上的缺点 哪个厂家也不这么傻 从样片上看 两台手机的成像风格比较接近 无论是肤色还是环境的颜色 只是有时候1加会出现抠图失误 背景人物都是清晰的 1加前置1600万像素 三星前置4000万像素 其实三星前置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很清楚 其实1加把美颜关掉的话 已经很清晰了 脸上起皮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跟三星比还是差一点 那在使用中明显能感觉到 三星手机前置的对焦速度很快 最近对焦距离也挺近的 就不管你会不会拍 你怎么拍 最后出来的效果都不会太差 但是这俩都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前置美颜软件方面确实偏弱 它们俩都只能调节磨皮的程度 连瘦脸都没有 而且1加相机的颜色稍微有点偏红 三星前置的色彩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再看1加跟三星的框度对比 这个环节依然没有小米乱入 因为同场景的小米没有拍 而且小米之前的对比已经有过视频了 这里主要看这两台手机的 先看主摄 从样片上看三星的色彩好像更平淡一些 1加的更浓重一些 放它后就知道三星为什么平淡了 因为它在极力还原暗部细节 而1加的暗部相对来说有点死黑了 下一组主摄对比同样如此 三星还是极力还原暗部细节 但是在这张样片中三星的炫光比1加重一些 1加的自动HDR在有时候会失灵 比如说这张样片 而三星的表现一直很稳健 手机摄影的优势就是拿起来就拍 便携方便 所以表现稳定还是挺重要的 再看超广角的困扰度表现 虽然1加在主摄像的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在超广角上拍了很多张照片都没有三星的好 比如说这两组对照样片 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无论是色彩还是暗部细节上 肯定都是三星的表现更好 再看夜景模式 这里要说一下 1加9pro在拍摄夜景的时候 自动夜景的选项我没有关 或者说是我根本就没找着再打关 当系统觉得环境比较暗就会开启自动夜景功能 这个时候按下快门要等几秒才能挪动手机 如果提前移动手机或者你拍摄的是运动的物体 那画面很可能就会虚 而三星只要下面写的是直出的 那么就是一按就有 跟白天一样没有自动夜景 先看主摄的表现 两台手机表现可以算是旗鼓相当 同场景下超广角的表现 两台手机也是差不多的 到了更暗的环境 由于自动夜景功能的原因 1加看上去好像比三星更好一些 超广角同样也是看上去比三星要好 但是三星这边是按下快门就有 而1加那边按下快门要等几秒还不能动 同样的场景两台手机都打开夜景模式拍摄 两台手机的表现基本差不多 超广角的夜景模式下 两台手机的表现也是比较接近的 了解完每颗镜头的光学表现 下面看看他们的录像时候的防抖表现怎么样 跟前面对比相片一样 都是用默认设置拍摄 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白天走路防抖效果 两台手机表现的都不错 三星那边看起来更稳一些 现在是超广角的防抖对比 两台手机从效果上看更加接近 现在是夜晚暗光下两台手机的主摄对比 除了颜色上的区别之外 表现上应该算是同一水平 现在是暗光下两台超广角的对比 同样还是没有拉开差距 这两台手机在硬件规格上以及性能上都是非常接近的 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一下在使用上的区别 三星这边的指纹更好 屏幕更好 体积更大 也更沉 一加那边呢是更小巧一些 而且充电速度更快 影像方面前面已经说了 三星多一个十倍长焦 哦对 在手感方面 一加九Pro的手感更好一些 毕竟三星更大一些 而且更沉 总结一下这期的内容 先说锐化到底好不好 我们认为适当的锐化是好的 锐化确实可以从观感上提升照片的解析力 让照片看上去细节更丰富 但过度的锐化会使照片放到后显得脏脏的 至于适当和过度的度在哪 还是您个人说了算 比如一加九Pro的照片 锐化很明显 但超出了您的接受范围吗 小米11Ultra的照片看着肉 您会喜欢吗 没有锐化您可以后期自己来 已经锐化的照片后期想去掉可就难了 三星的锐化正好在他们两个之间 那它是否就是最讨喜的那个呢 再说三星S21Ultra和一加九Pro的影像对比 这两台手机在光学能力上都属于不错的产品 成像风格前面大家都应该了解的比较清楚了 在使用体验上 三星S21Ultra的光学镜头更多 焦段更广 中长焦镜头的对焦非常快而且稳 计算摄影的表现非常稳健 失误很低 一加九Pro相比少了一颗长焦镜头 而且它的3.3倍中焦在对焦上没有三星的三倍优秀 计算摄影上也会偶尔来个失误 但是一加九Pro相比三星S21Ultra拥有的价格的优势 OK那看完前面的节目怎么着 是不是对这两个手机在影像方面有了解了吧 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你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 是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点个收藏点个关注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没错 那本期节目就先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